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男,欢迎来到明路阵线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消息 那么就是巴基斯坦瓜达尔发生袭击案 比鲁支解放军针对华人,非单纯出于反华 巴基斯坦比鲁支省瓜达尔港法基尔桥 8月13日早上发生针对中国工程师的袭击事件 事发后,巴基斯坦分离组织比鲁支解放军 承认撤动袭击 BLA发言人吉安德比鲁支省 两名非达英,也就是说这个 车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在挂档针对一个中国工程师车队 他称这是自我牺牲行为 他在整个行动持续于两个小时 吉安德补充说 根据其境为止收到的讯息 至少有四名中国公民和九名巴基斯坦军人 军方人员死亡 多人受伤,这只是初步讯息 敌方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吉安德称BLA战事执行任务后选择自裁 发生袭击的挂档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重点中巴基斯坦走廊的要塞 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合作在当地有不少投资和基建 唯一不满伊斯兰堡政府的比鲁支省分离分子视之为眼中钉 导致对中国人的袭击事有发生 比鲁支解放军是比鲁支省的分离分子之一 成立于2000年 他曾多此袭击策动对中国人的袭击 包括攻击华工车队 向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袭击诊 那么我说过这个比鲁支解放军呢 手上对中国人的这个卸债 是双手沾满中国人的血 所以老兵也一直都说过 我说我们国家不能再采取这样的一种策略了 我们是一个跟美国现在在全球斗争的这么一个国家 我们不能够在不在海外有任何的军事基地 进攻型的军事基地和这个出兵了 我们这么多解放军都是在936万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待着 这是一种严重的一种资源的浪费 我们的解放军必须要出动了 对吧 这个比鲁支撑这些这些恐怖分子 我们就直接派兵过去把他们给平掉 你依靠巴基斯坦 你依靠巴基斯坦那是没用的 因为巴基斯坦他怎么可能 为了这个打击这些分离主义 对不对 替中国去卖这样的命 对吧 而且巴基斯坦他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和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没有这样的意愿 如果有这个意愿 有这个能力和这个实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早就解决好了 那么中巴经济走廊是一条重要的战略要道 这个项目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新疆 其实离印度洋 其实是蛮近的 包括我们西藏地区 那么 我们如果从东面去看 新疆和西藏是远离海洋的 那么如果在西面看呢 其实离海洋并不算遥远 所以说我之前以前去过 这个新疆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 这个地方 它有一条路叫G314 中国段叫中国巴基斯坦 全段叫中国巴基斯坦雪山路 我们这里叫G314 它通到塔县 与巴基斯坦北部连接起来 那边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是很近的 那个口岸叫做红旗拉普口岸 现在那边属于南疆 旅游的地方有著名的盘龙公路啊 帕米尔旅游区 等等等等 所以这条是我们陆路进入印度洋的 唯一的一条通道 是非常重要的 那边很多 我们从波斯湾过来的这个货 或者是一些油气 直接可以从这边装上油管车 直接就可以运到新疆地区了 运到西藏了 从新疆到喀什去集散 马上再用货运 走这个新藏线 直接把那些石油运到西藏地区 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条生命线 瓜达尔港 就是我们的这个要塞 比鲁路之神 他是他们这一帮啊 姓什叶派的这一帮比鲁之人 啊 他们 背后是印度和美国 那尤其是印度跟美国都不希望你打通印度洋 我们的战略支援部队是已经部署在巴基斯坦了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的重要的一些项目 我们要对外要出兵啊 要派军队来这里驻扎在这里 啊 而且对这些人要打击 巴基斯坦到现在 没有能力物力财力去打击这个事情 他的内政政局也是很不稳的 一会儿伊姆兰涵被捕了 伊姆兰涵被政变下台了 一会儿这个啊 希里夫兄弟两个又这样那样了 军方又跟文官又不合了 啊 等等等等等等 啊 再加上他们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伊斯兰教 也是他妈的很极端的 啊 信内有很多这种原教旨主义啊 对不对 啊 你要是敢他敢跟巴基斯坦女孩 啊 未经他们家里的许可啊 去什么约会或怎么样的 他他家里的亲戚把你给扒了 啊 所以说他这样的一个地方到现在 巴基斯坦啊 经济也都没有怎么发展起来 啊 没有怎么发展起来 啊 基本上是中国在这个地方帮助他 啊 如果没有中国帮助他牵制印度的话 巴基斯坦早就被印度啊 给吞并了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人 他这种宗教和这个人 他就是 你看他这个证据 他证据都不稳的 虽然说不管说谁上台 他们对中国永远都是啊 要靠拢自己靠拢中国的 但是你的这个内部不协调 像比如制解放军 你就不可能拧成一股神 合成一股力 去把它给铲除掉 不铲除 啊 这边就是中国人都不安全 三天两头对你发动恐怖袭击 中国的新疆 为什么没有没有 已经没有恐怖袭击了 从习近平啊 派陈全国到新疆去治理到现在 啊 17年到现在 没有那一起爆恐事件 为什么呀 要采取中国模式 才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尤其是在你一带一路的 关键的这些项目当中 你这些项目是很脆弱的 你一直 你一直都有经济上的这些项目 但你的你的项目是很脆弱的 美国 他挑动 利用一些当地的族群矛盾 他干你这种事 他就是要政治上施加压力 要把你中国老给赶走啊 我们在非洲 有些很多项目 非洲有一些安保公司 在那边保护我们的一些项目 但是这只是在营区内哦 你都在路上 啊 他就袭击你了 搞你了 三天两头中国人被绑架 中国人被杀害 那是因为什么 你保安保公司的武器 跟人家啊 这些当地的这些武装的这些武器 那是一个概念吗 那单兵武器是一个概念吗 啊 那美国为什么在那边 包括现在俄罗斯在那边 没有没有人敢对他们牛逼 人家俄罗斯有瓦格纳在那里 法国有法国外籍兵团在非洲 还有非洲军团 美国有驻非洲司令部 到处都是美军 你敢搞这种事情 马上就把你狂轰滥炸 那么中国呢 安理会五个常年理事国 有四个在海外都有驻军 有军事基地 包括英国 法国俄罗斯美国 我们中国老是去坚守那一份虚无缥缈的和平 但是我们在海外 我们没有我们的驻军 这个是让我觉得 不符合我们作为一个安理会常年理事国的 一个应该有的一个样子 尤其是现在 你的盘口越来越多 盘子越来越大 跟美国全面的 全要素的这个对抗 一带一路是 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律势力的 眼中钉 漏中刺 他不来搞你吗 尤其在南亚这里 印度 他要把巴基斯坦给吞并的 跟你中国又是死敌 他不想在这里搞点事情吗 所以我说过 我们啊 不能够这样子 啊 再这样子下去了 我们要把战狼变成实实在在的 不是说在非洲撤个桥 就叫战狼了 而是说 对杀害中国人的人 要让他付出代价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军队 往外面要驻军驻出去了 你天天在这个 一个大攻击里面 美军在这里 天天在这里搞你 我们就 弄个演习 啊 搞来搞 啪啦啪啦 咚啪啪啪啪啪啪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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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啪一下 啥事也没了 对吧 啊 我们要打仗 要出兵 要去干掉这些 对中国图谋不轨 杀害中国人的 对吧 就像中营加勒万河谷一样的 打过去 他让我们牺牲四人 我们让他牺牲二十个人 以一比五 让阿斯安 你看他现在还敢在这里 牛逼吗 比鲁兹解放军也一样的 巴基斯坦是我们的巴铁 我们共同的敌人都是印度 那在这里 有印度来支出这些比鲁兹解放军 有美国在这个背后搞事情的 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前年不久 我们也跟伊朗 去讲了 让伊朗不要支持这个比鲁兹解放军 来换取巴基斯坦不支持 伊朗的比鲁兹神的 巴基斯坦分离主义 对吧 庞哲普分离主义 所以说这个 这样的新闻 如果不去做 敌人认为你是软弱的 他下一次更加敢这样搞 而且他每一次针对中国人的袭击 都是自杀式的袭击 我们要拿出打击三股势力的那股劲 我们巴基斯坦不都是上河组织成员国吗 上河组织成员国 在这里有恐怖袭击 我们出兵 这是符合上河精神的 所以我说过 我们要敢于出兵 不要怕出兵 否则的话 以后你中国的项目 美国现在他说 妈个逼人 我打你是不敢 我跟你本土 我打你中国解放军 我是不敢 但是你的项目 我他妈叫带点人去打你的项目 我敢了 我敢了 以后你中国的项目三天两头就给你搞破坏 美国连北七一号都能敢炸 他什么事干不出来 当时你在海外这些项目 这些钢口 这些分离主义分子 去搞你 去干你 甚至他自己组织雇佣兵 过来承包对你的这些战争 海外的这些战争 杀你几个人 拿炸弹把你的营房给炸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种事情 让人很气愤 但是我们要想出来一个解决之道 安理会五个朝代理事国 四个都是在海外有军事基地 有这个驻军的 我们为什么不搞驻军 不搞军事基地 对吧 没有驻军 没有军事基地 怎么跟美国去搬手 怎么去维护我们的利益呢 是不是 或者我们搞一个自己的瓦拉格纳 也可以嘛 对吧 也可以从监狱里面招一些重刑犯 死刑犯 让他们到那边去 所以说我个人感觉 中国在当今这个时代 如果再不去出兵 再不去派海外搞这个军事基地 那基本上会越来越被动 这个斗争是越来越被动的 你光外交经济跟政治上没有呢 还是要有军事手段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